HELLO 大家好 登登 Happy New Year 這是我女兒拼的 把我的燈箱變成了Happy New Year CCD被換掉了 我只擦了個口紅 今天 好 錄個小視頻 給大家開個小箱 今天剛燒到的SuperDraft 首先隆重介紹 哇 絕美大理石盤 哭不開 有沒有很美 這兩天都特別羨慕 Vicky和安娜他們在Vegas看周杰倫演唱會 嗯 好 不說了 繼續看我的大理石盤 我應該最喜歡這個 我有點迷上Revolution這個盤了 我們試幾個色啊 再來一個 這個 一 二 三 這三個 這個眼影盤真著人疼 我最近瘋狂迷這個牌子 Revolution 它真的顯色到不行 絕了 好 第二個 我對這個品牌 最近真是招了磨了 就是由於它這支 是便宜好用 才五磅 有看得到嗎 可以嗎 好亮啊 這是一支在英國Beauty Revoir得獎的遮瑕 2018 Beauty Revoir 然後它很便宜 它才五磅 現在Super Drag又在打折 它的色號是C 我說這個是2018英國Beauty Revoir得獎的遮瑕 來 我們來試一下 它的頭好大 把我彈兔遮一下 再來一下 因為我膚色比較白嘛 我選的C1 其他的建議亞洲人正常膚色的女孩 選C2或者C1C2混合一下 你買兩支 看清楚 OK 接下來 當當當當 重磅推出 收到以後 就碎了的高光 稀碎 我表妹說這叫 大家看得清嗎 它真的是摔得稀巴爛 我一打開 我整個盒子全都是粉 我給客服打電話了 我給客服打電話了 Super Drag的態度不錯 說明天就會給我寄到一個 新的高光 4號是這個 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這個漂亮的腮紅 呵呵呵 這個腮紅很漂亮 這是送的 親愛的們 就这些东西一共 一个眼眼盘 一个遮瑕 一个高光 碎了的 还送一个这个价值八磅的腮红 一共这些东西才十几磅 所以呢 我就觉得如果不买 特别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我父老乡亲们 对不起我的祖宗 然后我就下单了 好 接下来就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我在做Fenty Beauty口红试色之前 我先把这个遮瑕擦到我的脸上 不要浪费 一个Fenty Beauty和一个雅士兰黛333 阳密色 不用多说了 Fenty Beauty的叫Freeco Freestar 可能无法聚焦 好吧 阳密色就是333著名的枫叶色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有一点可比性 完了 我觉得这个遮瑕直接这么打 是不是有点太白了 这两个位置 好吧 先这样吧 我很喜欢这个阳密色 试下阳密色 画得不太好 然后呢 是Fenty Beauty 我真的觉得它们的颜色 有可比性 就很明显 阳密色是偏枫叶 然后Fenty Beauty 这款就是 所以人家定位还是很准的 阳密色人家没有叫什么什么南瓜菊 没有跟风 我再重新擦一下 我觉得刚擦得不太好 所以阳密色就叫枫叶 雅士兰黛333 这两支呢 不是今天寄来 今天寄来的Superdrug包裹已经结束了 我没有买太多 就买十几磅 然后这两支是我就是今天想说的 雅士兰黛33明显就是更 然后呢 Fenty Beauty呢 是这种浓郁 浓郁但是它也不干其实 它是非常浓郁的感觉 所以这两支我都非常喜欢 推荐大家可以各种 好了 口红先收到这儿 接下来 哎我还有一支 就是Hourglass香眼口红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抽一个 包租婆吗 包租婆的感觉 我其实应该换点眉毛再上来 好吧 就这样 这样自然 哎呀 快把腿排上了 真想抽一支吗 OK Eye Creme 红的好正啊 我就喜欢这种红色 大家可以小红书上自己再去对比一下 Hourglass 其实我当时忙买的 就是觉得香眼口红太美了 必须要有一支 然后一眼我就看上了Eye Creme 其实应该有很多类似这种颜色 好吧 女人不都这样 我为什么推荐 CT的口 CT的那个眼影呢 因为它 你看啊 因为它真的算是自然的显色 然后同时又保质期很长 给你看 哇 我家那边好乱啊 就这样吧 都是我女儿的东西 大家看啊 保质期是30个月 Sorry 是30个月 这真的算保质期怒长的了 我之前KVD的眼影盘我都争了 它保质期才6个月 那过期的谁敢 所以我还真的真的是 比较向大家推荐 CT的眼影盘 Sharlotte Brim 好喜欢 今年维蜜也是和它合作的 维蜜大秀 2018年年底 来咱们也来一个 See you later 哈哈 我来了 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 我画眉毛了 我说我之前一直买benefit 然后贵 然后眉粉 用的也很快 但是这一支 这一支 韩国爱丽小屋的 你真的可以用TMD很久的 刚刚那外面有只虫在飞 所以我 翻了个眼睛看了一眼 OK fine 刚那只虫又来了 吓死我 我最害怕虫子 好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刷子 我觉得这个刷子很好用 尤其是你刷一个高光阴影 尤其是你刷高光阴影 这是我最爱的time fall 比如说你就轻轻打一点 扫在两边 这个位置 哦好下额 下额线 天呐 我居然 没画眼睛 OK我会把它捏起来 变成一条线 然后沾一点 打鼻影 一点点 OK fine 画好了 我最爱的time fall 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个 已经碎了的高光 好吧 我把它打开 我还粘着 今天早上一个 Royal Mail的大叔 给我寄来的 一定是他在拿的时候不好拿 给我砸碎了 不过我已经给客服打电话了 明天给我寄个新的 哈哈哈哈没关系 怎么这么难扣啊 我说请大家关注我 订阅我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都可以给我留言 这个高光不错 海南REX就有推荐 我刚才说海南REX就有推荐这个高光 但是我今天没有画眼妆这样 画高光实在很奇怪 他们说高光要这样画 一二三 你们有试过这种画法吗 就是把这里画成高光 还有这里 当然啊 鼻尖啊 鼻梁都可以打一点 那些方法就很多 这是海南REX也很推荐的高光 REVOLUTION 我给大家看一下 摔的稀碎 好吧 已经掉这么多粉了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 哦对了 我这是WIKI同款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来个英美博主大聚会 超级喜欢看这些 Vlog 啊不是 YouTuber发的Vlog 因为我真的觉得 在国外生活这些年轻人 真的很出色 国外的压力 你们不知道有多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拜拜